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八组来宾很分享他们的周末 然后也许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好好过周末的灵感 你周末要如何过 你周末对你来说这样子的工作模式会不会很长时间会累积疲倦 你没有需要一段完全进空的时间去充电或恢复 修复自己这样 非常需要 我很常会回讯息回到自己在家里尖叫 太多讯息了 怎么会这样 然后又在叫完之后又赶快把剩下的讯息回完 但现代人好像真的很需要有一个时间是跟自己约定好说 我就放空了 现在不要再做别的事情 那你有曾经做过这样然后成功吗 好像没有耶 我平常在台北的时候我都会觉得 啊今天工作完好累哦 先不要回一下经济的讯息了 但我去京都我狂回耶 因为京都太热了 然后我们很常坐在咖啡厅里 然后一到咖啡厅大家没事做 我就开始回工作讯息 所以你是偏焦虑的人格吗 我觉得我是就是会突然觉得 啊放松了差不多了 我发现我休息的时间不需要这么长吗 你是吗 其实我跟你的状态很像 就是会一直想着在呃 休息的时候也会想着工作 但是现在要融入一些法式的松弛感嘛 所以就是呃从一些小地方会开始做 比如说睡觉前就逼自己不要再把手机拿起来了 对因为睡觉前如果又拿手机 那你可能就是又开始焦虑 然后就是会真的 去看东西 然后就真的睡不着 所以想请问李牧有没有一些就是这种小小小的一些习惯 是可以让自己就是比较松弛或者是放松的一些东西 比较放松吗 我自己是过了九点之类的 我就不会再开房间的大灯 就我只会开我床头的那盏灯 然后它是黄光 就是让整个房间变得很暗 因为我自己很常睡前不小心滑了一下手机 它就突然发现欸我错过了很多事情耶 今天原来发生了很多呃有趣的事情 然后一直滑一直滑然后可能还会开始Google什么的 就会没完没了完全睡不着觉 所以我现在就是会把灯关得很暗 然后提醒自己说在黑暗中滑手机会容易 同伴不并便 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尽可能把手机放远一点 现在大家都是会用一些小事情来逼自己放松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大家身后状态真的太忙碌了嘛 对啊 还是说睡觉也要睡闹钟 欸我原本有欸 闹钟想说该睡了 有 然后起床还要听闹钟 睡觉也要听闹钟 真的 因为我觉得最难的是 其实最难的是洗澡 什么意思 就是有的时候其实可以早睡 只是一直拖延着不想要去洗澡 然后不洗澡就会没办法睡觉嘛 就是我自己的习惯是这样 如果我没有洗澡 我绝对不会碰到我的床 哦 然后我就发现我只要八点钟洗了澡 我那天就很有机会可以早睡 倒睡 对 所以你是要需要订洗澡的闹钟 对我觉得我是需要订洗澡的闹钟 那你有这样子滑手机滑到最晚几点 因为我有滑到四五点 然后心情变得很差 就会觉得 为什么我要知道这些事情 为什么三个小时前的 我觉得我需要知道这些事情 我最爱看的影片最近是动物的一些 譬如说他们不在那么可爱的时候 或是动物比较失控的时候 就是动物被捕捉 他们就是可能 可能猎屎啊 或猎杀啊 对 可是我觉得很舒压耶 所以那种那个影片会让我就是停不下来 然后会一直看 然后我最近就要告诉自己说 那个东西需要停 就是需要停止 因为我真的不需要看 动物如何猎虾动物 但他也不会让你想要睡觉 因为放松不是就会开始觉得 啊好像可以 不我就很excited 但最近宣传 所以那个使用时间又变长 我发现只要手机不在身边 脑袋就会很很干净 因为如果我没有拍戏 或者是我今天没有宣传 我就会自动跟自己说 今天就是假日 嗯 然后今天是假日的话 我就会把手机放到我房间的某一个地方 然后发现只要走出门 我现在的记忆力是这样 我只要走出门 我就会忘记事情了 我会忘记那只手机 放在房间哪一个位置 很好找不到它的时候 对没错 你就脱离它影响范围之外了 没错 然后除非有人打电话给我了 我才会去找那只手机 嗯 就是只要手机不见 我觉得我就可以很明确的 专心的做自己想做事情 比如说看书之类的 我觉得阅读的时候 一定要把手机丢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很多人都说演员 其实算是一个偏高压的一个工作啦 那就是蛮好奇你的 就是工作时程 然后什么时候大概 那个频率是多少 可以让自己放空 比如说你拍戏好几个月 然后或者是什么 就是可以分享一下你大概的一个 工作的放松的一个 我不太把拍戏当成工作 不太把拍戏当成上班 我发现我宣传啊 或者是一些活动的时候 我会很明确的感觉到 我的身体现在觉得我在上班 但拍戏的时候很常会 有一点忘记今天到底在干嘛 不会有那种很疲惫的感觉 也许是身体会有透支的感觉 可是心不会累 然后最好的充电方法就是 我们很尝试大概七天会修一天 如果戏牌比较满的话 可能七天才能修到一天 然后那一天我就是 一定要做一件让我觉得 哇我跟这个世界的 外面的世界有连结的事情 就比如说那天我可能可以 走路走很远去一个地方买东西 再走回来 或者是我可能可以去看一个展览 或者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喝一杯咖啡之类的 就是那种 证明自己还活着 就是会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干嘛 然后可以坐在那个地方稍微看一下 其他人的样子 就是路上行人的样子 我就会觉得 啊很放松 这是最让我充电最快的方向 那我还蛮好奇 你刚刚说你觉得演戏不是工作 那是因为真的真的非常喜欢 所以就是忘记它是一个 痛苦的工作那种感觉吗 就是甚至感觉不到累吗 会这样吗 我会觉得很快乐 因为很多时候演戏会觉得 很像是突然多长出一个脑袋吗 就是我的身体有了角色这个人的脑袋 然后我自己好像稍微有一点待机的感觉 你说会有双重的活着的感觉 是真的会觉得 有时候会觉得好像自己失忆了一样 原本的你是一人 然后新的你还在那边就是create这个角色 对就是那个感受会很模糊 不太像是我自己去感受的 可是我又真的经历了这件事情 会搞不清楚再搞不清楚这个状况 今天就结束了 所以还没累到今天就结束了 懂 我不懂 发文超痛苦的 因为我只要发文我就会觉得 你在工作 我在上班 就是社群 宣传类的工作 他就觉得是工作 但是在拍戏create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那个是一个创作的过程 不会是在上班 因为我突然想到就是 有人问Beyonce 她怎么样准备她的那个演唱会 她就说 每当她发现她要吃东西的时候 都是凌晨三四点 也就是说她这一整天 她身上限速狂飙 对她都已经忘记 现在她要该吃东西 没有 她就是一直忙到就是凌晨 然后她就想说 我今天要吃第一餐 然后就是已经是一个这种奇怪的时间点 那她很投入 就很投入 可是因为你刚刚讲到说 就是拍戏跟这个生活 然后我想说最近你的戏也很多 就是能见度很高之外 就是你也很多餐 那表示 然后你在拍戏的时候 就是那么快乐 所以这件事情 就对我们来说 它其实是应该是要 就是会有一个limit吗 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个 觉得超多负荷需要 就是 我后来发现 休息还是怎么样的 就不用这个问题吗 对你来说 我后来发现 会觉得超过负荷 是我没有办法 真心的投入 我没有办法想 就像前面所有享受的这件事情 比如说演戏的时候 我很多时候是真的很享受的 包括可能我等戏的时候 我也可以看别人演戏 我会觉得哇好开心 我现在在看live 对可是 其他的比较琐碎的工作 我没有办法 把它当成一个 很enjoy的事情来做 那就会感到很疲惫 然后我后来想到就是 那我在宣传啊 或者是发文之类的时候 我要很投入的去做这件事情 我要很相信这是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 来分散那个工作的疲惫感 所以发文都是你亲自 你本人亲自发的 是 你觉得你现在的这个曲线是 还是你的能量的这个energy level 是一直在往上吗 还是说 他其实中间还是需要这样 起起伏伏伏正正当 才是正常的 我中间有一段时间 2022年的时候 我休息了半年 然后那个时候是刚好遇到疫情 我的很多工作都延后了 就是有拍到一半电影 就说因为疫情 真的没办法拍下去 那只好一到二三年的年初拍 我觉得因为那样 获得了半年的休息时间 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 全新的体验 因为我一直以为我很好 或者是我感受到 我其实快要 就是濒临 我没有东西可以给我的角色了 我没有东西可以再给 镜头或导演了 但是我一直催眠 我自己说我可以 我可以 不能停下来 然后是那段时间 真的休息之后 我才发现 我要怎么调配我工作的心态 然后我工作的方式 跟我要怎么学会放松 因为有的时候是 自己给自己太多压力 然后我不相信 有点像是我增加了 做这件事情的成本 OK 我自己脑袋里想的那些事情 脑补的东西 变成你的成本了 对 就其实这件事情没有这么难 是我在心里想 把它想得太难了 以至于我连第一步 我在第一步跨出去的时候 就花太多力气了 然后变成 我可能力气不持久 我就做得没有那么好 然后又再回头 则怪我自己 然后就变成一个 很可怕的二星期 那你那个放松的 那个半年的假期 你有去法国吗 有 有是不是 有我有 你是没有跟别人讲过吗 有我有 好像有发问 有有有发问 那能不能提一提 你在法国 休息充电 跟享受法式生活的感 的一些细节 那些比较震惊 让你感到震惊的事情 震惊的事情 我那个时候 有趣的事情可以翻 我那个时候 原本是 想要去听一个团 叫Sea Girls Sea Girls 是编导的那个团吗 对对对对 我那个时候是觉得 我自己有一种 其实我在工作上 有一种卡住的感觉 因为 一直都在同一个环境里 然后 我觉得我根本就不知道 外面的世界 长什么样子 我感受到 我的智力在下降 我的耐力在下降 我的创意力在下降 很可怕的一个状态 怎么听起来是 真的 我觉得工作一定要休息 不然智力真的会下降 就是 我记得 我有天待在家里 就突然觉得 我好笨 就是我感受到 那个笨不是 不是纯粹说 我知道多少事情 是我感受到 我很顿 OK 我整个人是 关起来的 然后 我明明 我明明都在看啊 可是 为什么东西都进不来 我的感觉 已经全部都消失 就是那种感觉 很恐怖 很像是 有人断了我的手臂一样 那种感觉 废女武功 就真的很像 就很 我觉得有种那种内力 如果内力是一个 珍珠之类的东西 那个东西在消失 好可怕 真的超可怕 然后就想说 好那我要 而且我又是很懒的人 所以让我出去玩 其实不是 就我会觉得 这好像更累 我还不如躺在家里 然后那个时候是 看到我很想要去听 Tom York的现场 然后我就发现 哇 他的星团 那个 The Smile 要在纽约表演 然后我就又滑滑滑滑 我就看到 Sing Rose 要在法国表演 那我说 那这是不是 全部事情 可以穿在一起 你就每周 美国欧洲 一次玩 我就想说 那最简单就是 我就去法国 英国跟荷兰 因为欧洲之星 一条线嘛 然后去完之后 我再从英国 飞去纽约看The Smile 简直完美 完美 但真的好累 我玩完那一个月之后 觉得很久不需要旅行 我现在只要 超过五天的旅行 我就会觉得 我真的好想我的家 好想我吃饭的那双筷子 在法国吃饭 是方便的吗 中国餐厅特别好吃 对 我也是这么觉得 真的 不然就是粉 超好吃的 我那个时候去是 我跟朋友一起去 然后我们订了一个 Airbnb 就在那个里面 我就突然觉得 哇 好赞哦 我前面几次来 都是有点 走马 看话的样子 然后前几次去巴黎 我都很怕这个地方 因为有太多人跟我说 这里很可怕 然后多小心 多小心 什么的 所以 我上一次去巴黎 是我人生第一次 一个人 就是在巴黎 这样晃来晃去 晃来晃去 然后 我去了 我去了罗丹美术馆 我自己的那一天 我就是在那里 待了好久好久 然后 看别人怎么看 他的作品 嗯 在那个地方就觉得 其实 待在巴黎的人 真的好幸福 他们有好多东西 可以看 随时上去就去 他们的文化资产的这个 丰富程度 丰富程度跟起跑点 每个人出生的那个 我就觉得已经是 很难气急了 对 因为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就在想 巴黎人为什么需要休息 就你只需要 稍微走路个十分钟 你就可以 看到这个世界上 最漂亮的风景 或者是你只需要 提早下班个两个小时 你去美术馆 躺着都好 就有很多 满满的能量 都在身边 在周围 对 然后只有巴黎人 本身觉得还好 就走两条 又是长这样 我就觉得他们 真的很幸福 也不能说身在 丰富之福 就只是说 我们因为我们身为 就是对啊 我们是 一个 不同文化的 女者嘛 我们是旅行的人 所以不太一样 对啊 那讲到巴黎 你会想到什么 我 你说 法 讲到法国吗 真的吗 对啊 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 对啊 法式一定是想到 French Kiss 因为我们 在对题目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说 这题是 就主要是讲法式 然后他就说 那你要不要来分享 一些你的French Kiss 我想说 嗯 我好像没什么分享 没什么好分享的 来问问看 这个资深女演员 还是说 有没有什么 萤幕的French Kiss 哦 之类的 突然想到 因为我们之前拍过 一部片叫做 青春失恋 我有看过 对然后在那部电影里面 我跟他也有一些 感情的纠葛 嗯 然后我觉得那个 欲望就很发誓 我突然想起来 那很发誓 对 就是法国人的 有这一段 对 就是突然想到连结 因为法国人的表达是 哇 有够直接的 是因为你的朋友 还是会演戏的对手 还是说 怎么样有这些 法国的Sample 我觉得是 我那Sample很奇怪 这个 这个 可以剪掉 我觉得比较像是 我们的导演 何卫廷导演 他是一个 我觉得他很喜欢 欧洲电影 然后他也很喜欢 呃 呈现那种人的 很直接的 欲望的样子 我自己是这样认为 嗯 对 然后那场戏是 一个 哇 真的很发誓 那场戏是 前面先吵架 然后 后面突然 开始接吻 情绪堆壁到一个 很高潮的时候 就突然接吻了 对 就是我觉得 那个是一个 各种欲望在打架 就是 呃 我想要你 可是你又要走 的那种 你追我 我跑 然后互相拉扯的欲望 然后最后就是 拉拉拉拉 靠到够近的时候 蹦 就变成 法式的 热闻 法式 变成一个法式热闻 欸 很激情耶 非常激情 哇 那个风格 现在想起来觉得 真的很法式 嗯 但夏日的柠檬草 就是非常的 清新 清新的 对 可是塑胶花是非常直接的 现在想想也觉得 其实蛮法式 因为我记得 我第一次去法国是 呃 我原本要去英国念书前 我想说 啊 先去法国走走 然后再大欧洲之星去英国 嗯 我会觉得两个地方的人的气质很不一样 你说哪里跟哪里 呃 英国 伦敦跟巴黎 跟巴黎 是的 对 我就觉得哇 巴黎的人都 直接到 不行耶 就是会 会一下子觉得 欸 我是不是惹到他 可是没有 他就只是那样讲话 哦 就是我觉得很 直接 对不对 嗯 是 就是很 习惯了之后会觉得 其实那是蛮中性的表达方法 OK 嗯 因为像在台北可能会觉得那样子讲话 他在生气吗 他在不爽我吗 什么的 我们是习惯要讲话的时候要微笑啊 然后呃 包装一下 对 或太严肃的事情讲 讲就啊 现在要笑一下 不然太严肃了 就是会有很多 我是要表达计划 而且可能一句话会加很多很多的容词 所以你听起来好一点 然后可能法国人就直接讲那个问题 对对对对 原来法国人其实是比较直接的 对 相对是更直接 我觉得是耶 我觉得是很省力的表达方法 那他们的力气都花在 休息吧 哈哈哈哈 我觉得很赞 他们都在计划周末要去哪里 我觉得这个很棒 那四天上完班之后 那三天到底要去哪呢 到底要去哪 因为这东西很烧脑你知道吗 巴黎的人口组成真的很复杂 然后 我作为一个观光客 只会去那些大家都知道的 相对自然好的 有东西可以逛的那些区域 但是因为 我记得那次就是要看Cigarette 所以在十九区吗 比较 那又是晚上 我就跟我朋友两个人我们去 是真的会觉得 啊 这个地方也是巴黎吗 他跟我看到的那些 在讲巴黎公共住宅的电影 好像哦 就是那些没有人愿意出管理费 所以无法维修 然后问题产生了没有人要管的那些东西 都会摆在十九区 很容易就看见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 人还是 对我来说 我觉得还是相对好 就是 我去的时候是 慢慢的 那个坐车 慢慢的往十九区靠近之后 会发现 啊 真的 种族变形完全不一样的 哦 然后 街头的样子完全不一样 声音也不一样 就是 路上的那种嬉闹的 然后其实 如果是在背后传来 会觉得 有点紧绷的那些声音都很多 嗯 所以我记得我去看表演 结束的时候 我跟我朋友就是 狂冲进人群里 我说我们一表都不要多留 我们赶快跟着人群一起走 是其实还是会 就警觉 心跟维系意识都 拉起来 对 这个状态 那我觉得回归到就是 法式的 松石的 生活的 感觉嘛 那 嗯 现在 就是你刚刚有说 有的时候可能在放松的时候 还蛮难真的去享受的 那有没有比较期望自己的 一个工作跟生活的 平衡的状态 就你希望你最终 可以达到什么样子的一个 我觉得我最期待的是 工作的时候可以 很认真的工作 完全不要去想 玩啊 或者是为什么 现在坐在这里 这种事情 然后 呃 玩的时候可以 很认真的玩 很用力的玩 完全不要想 我还有什么工作 可能接下来要做 嗯 就是很很纯粹的 在那个当下 要不要分享一下 最近要 即将要推出的作品 还是 哦 6月21号 Netflix 有 谁是被害者2 现正已经在热播了 然后6月28号 每周五晚间9点 有 在Hummy Video 跟MOD 会联播两集 塑胶花 请大家一定要跟着看哦 然后 再来是8月2号的时候 我和楼俊硕 以及曹佑宁主演的电影 夏日的柠檬草 也会跟大家见面 请大家一定要去典愿支持我们哦 龙龙 好顺哦 刚刚那段好顺 那段太顺了 他连宣传三部耶 我还可以太认真 这个顺畅 这个流畅度是你原 是要透过练习的吗 还是就你已经讲太多次了 是真的讲了很多次 那谢谢今天 和我们一起共度 L Weekend的听众朋友们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多多订阅 分享 按赞 留言 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浪漫的周末 我们下个周末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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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